第一天其實在行動之前我們根本沒有想過 說我們真的真的打電話 有沒有想說第一個晚上就會被清除 那我們這一代的那個 出聲的背景就是在一個突破競技的氛圍之下 長大 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對我來講還蠻重要的東西 未來新一個世代的女性人他們出來他們怎麼看我們 對 就像我們會用我們的眼光去看上一個世代的夜伴侶 他們到底成就了什麼他們的故事定位等等 對 但我覺得我們可能不能夠只是單純由我們自己去定位 就是整個運動過程當中我們太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坦白說我們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 經歷到這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然後 佔領國會又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 其實我們最剛開始發起的人就十幾個人 不到二十個 那這二十個人的討論 然後決策決定過後 然後再加入其他的夥伴進來 人數從原本那麼少的 十幾二十人的規模 一下子爆增到 就突然外面群眾突然上萬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我們的決策機制跟這整個 他們在其他的這個外場的糾察至共 其實會有一個嚴重的脫節 對啊 但是我們不可能說忽略掉大家的意見或什麼 所以說這一次為什麼會辦這個翻信會議 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太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共識決啦 很少會動用到投票 多少人參與這一次最後決定 我們現在就有三十人代表大會 那代表大會裡面有二十個學生跟十個NGO代表 然後有九人的決策小組 那決策小組在處理的是比較即時性的 或緊急的應變的一些決策 那那個三十人的代表大會大概是處理那個 比較運動的走向 大的大的方向 我覺得是這樣就是 呃 大家太過把整個運動的焦點放在我們個人身上 但實際上他們忽略掉這整個運動 其實並不是我們兩個人 即使 即使我們當時候扮演的角色是做指揮角色 但都不代表我們在這整場運動是單靠我們兩個人有辦法誠實 並不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我覺得在媒體的媒體 呃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操作的邏輯跟策略 他們會希望能夠塑造出一個symbol出來 能夠讓大家去follow 那我覺得這是媒體受造出來的 對啊 那的確也因為這樣子我們會受到很多的 不論是批評也好支持也好或是檢驗 那在未來可能幾年內 我想這樣子的對我們的高度的檢視 就是期待或批評都會有 對啊 那坦白講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應這個問題 對啊 但是既然現在狀況是這個樣子 我希望我們可能也的確有更多責任 必須要去面對現在這樣的狀況 已經是驚嘆勇敢的啦 你還在這個動作